今天又带大家来看房了 今天要看的是曼哈顿下城的一栋新的公寓 那我先介绍一下我现在所在的位置 我现在是曼哈顿下城纽约市政厅公园 所以看到后面的这一排的建筑 非常有特色的建筑 就是纽约的市政厅 纽约市长还有市议员都是在这边办公 那么在前面刚好就是有一片市政厅的公园 那我们知道在中央公园的附近 很多的一些千万的豪宅 就是因为它有中央公园的景色 所以如果拥有公园景色的景观房 是很多纽约人梦寐以求的 当然它的价值也相当的高 所以今天要介绍的这栋公寓 你可以顺着我的左手往上看 就是这栋 这个就是25号Park Road 这栋公寓其实有一段很有趣的一个历史 原来这个地址是一个叫JNR的 音像制品的超市 已经有40多年的历史了 那么现在这个旧的楼 包括JNR的家族呢 就把这块地皮让出来 和大开发商一起来建一个 这样的一个全新的公寓楼 所以今天呢 就带大家一起上去看一下 这个公寓到底会给我们什么样的惊喜 好 我先带大家来看14层的14A的这个户型 这个户型呢是两卧2.5位 所以一进来呢 是这样一个玄关的这样子一个设计 然后右手边呢 这边就是洗衣机烘干机 然后这边呢是一个储藏间 一个壁柜 那这边的左手边呢就是第一个卧室 所以现在来说的话 每一个卧室都有自己的这个卫生间 你看它这边有一个卫生间 是一个全域的一个卫生间 对 然后我们退出来到另外一个卧室 我们来看一下 它整个的一个布局还很合理的 所以这边走进来 这边是一个主卧的一个卫生间 在左手边 所以你看这个卫生间就比刚才那个就更大了 而且是干湿分离的 所有的这些台面全部都是用这个大理石 所以这个不是瓷砖 这是真正的一个大理石 而且整个的浴缸也比较深 然后这边是一个淋浴 那淋浴你可以看到 它整个的这个大理石 是一直贴到顶上去的 对 所以这个都可以看出来 这个公寓的一个高档的一个品质 首先在里面呢 这个也是一个双洗脸盆的这样一个装置 然后我们过来看这边的卧室 所以这边有一个布鲁式的一个衣帽间 叫walking closet 所以这边呢就是主卧 所以整个一个布局来说比较合理 那这边的窗户呢是朝东的 是朝外面东的 那我们过来看看它这边最亮眼的 就是它的客厅 这边是半个卫生间 所以它叫做powder room 对 所以呢客人来的话呢 就不需要找到卧室的卫生间 所以在这边就有洗脸盆 还有马桶 那这边过来就是一个开放式的一个厨房 整个开放式厨房这边也有一个倒台 一个工作的一个倒台 在工作倒台这边是放 这个洗碗机的 所以它洗碗机是放在这个倒台的这个下面 对 然后这边整个呢是一个厨房的一个工作的一个台面 那这个来讲它亮点就是它的抽油烟机 那我们知道很多的新的开发商 那现在呢不做这种传统的 把这个微波炉放在这个地方 然后下面是吸油的 它真正是做一个外排式的一个抽油烟机 那判断这是一个外排式的抽油烟机呢 其实是可以这样判断 你要把上面的橱柜拉开来 然后你看 它整个这个包起来 就说明里面有一个烟道 它是真正可以把这个风 这个油烟给抽到外面去的 而不是一种就是过去内循环的这种抽油烟机 对 而且它全部的这个品牌呢 它外面全部是包裹起来的 那在这个大楼也是一样的 现在比较高档的新楼盘 都有两种色调选择 那在14楼来讲的话 它应该是深色的色调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是一个棕色的一个墙面 这是一个双门的冰箱 这边是一个烤炉 小的一个烤炉 对 然后这个是一个碧柜 Paintrap 这可以拉出来的 可以放很多的一些 这个调味品在里边 然后这个下面呢 是酒柜 这个酒柜我了解了 就是在这个公寓里面 任何的一套户型都会配有这个酒柜 对 所以一卧的单元也配有这个酒柜 当然这个公寓的最大的亮点 就是因为说 它每一个公寓都拥有这个公园的景观 所以我们再来介绍一下 这个窗户 它这个叫做 Julia Burcany和Julia Window 所以它这边有一些雕花的 这样的一个阳台 然后这个玻璃门呢 是完全 窗户是完全可以打开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下面 郁郁郁郁郁的 就是纽约市政厅的公园 就在这个下面 好 这个是我们介绍的一个两卧的单元 那今天呢 我带大家会看一个Penhouse 顶楼的单元 那顶楼的单元呢 那更加的气派 我们一起看一下 好 现在我就来到他们的Penhouse 这是在42层 那么据说这个42层呢 是整一层 只有一套单元 那我们知道 整个曼哈顿的下层 它是越往南 这个下层呢 它越窄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居然可以看到 两条河流 都非常近的一个距离 所以我们先到它的户外来看看 这是它的一个大亮点 来 哇 在这边整个人心情真的是大好 可以说真的叫做 什么叫心旷神怡 就是这种感觉 那我现在站的是 42层的一个露台 我们现在先往北看 你看北这边基本上 整个曼哈顿往上层的这个方向的 所有的地标建筑都可以看得到 那这边就是56Leno 像一个极木一样的一个建筑 就是在下层的一个 现在新的一个公寓楼 再往前面看 我们可以看到帝国大厦 帝国大厦再往北边 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央公园的一些 现在最高的一些楼盘 像中央公园一号 115 West 57号 那么都可以看到这个地标建筑 那刚才我也提到了 这边是夹了两条河流 所以你看我的右手边 这边就是东河 东河每年的国庆节 那么都会放这个烟花会眼 这个纽约的这个烟花会眼 在国庆节是非常有名的 那很多人都要占据最有利的地质 如果你真的是住在这个地方的话 那你完全欣赏这个烟花会眼 可以说是最佳的一个观赏点 那在我这个右手边 这边转过来的这边右手边 就是哈德逊河 对 那哈德逊河我们往下看 前面的这个 这个非常有那种历史感的 那就是叫Wordwolf Building 原来这边下面是一个 大型的百货公司 那么现在上面也把它改建成 这个产权的公寓 在它后面就是四季酒店 楼下是四季酒店 楼上就是四季酒店的高端的公寓楼 那再往左手边这边看 你看这个高楼 就是新的世贸中心 所以这边离这个新世贸也非常的近 我们可以看到下面有一个飞鸟造型的 这个就是世贸中心的新的地铁站 那它旁边现在正在建的 我们看到有脚手架的 在世贸楼的旁边 这就是未来的新世贸的 这个艺术表演中心 对 然后它的旁边就是 这个新世贸的一个纪念池 所以整个在这个阳台上 你真的是可以几乎看到 全马哈顿的一些标志性的一些地标 那么同时在最远处我们可以看到 那边就是皇后区 再往左手边就是新泽西州 对 那跨过东河呢 就是布鲁克林 所以你可以看到布鲁克林下层 那个地方 也有很多一些新的建案 包括布鲁克林 Point 包括我们介绍过的Elevan White 那么都可以看得到 所以在马哈顿 你说这个房产的价值 究竟体现在哪里 实际上很多的时候 就是体现在你拥有多少的景观 那像这样子 在马哈顿这种高楼林立 寸土寸金的地方 那拥有这样的一个高层的一个阳台 可以毫无遮挡的 看到这么多的一些美丽的一个景色 包括还有河景 所以说它的房产的价值就体现在这 再加上这个Pain House是一整层的 所以我带大家来看一下 这个一整层到底有多大 所以这边呢也是一个卧室 而且这个卧室呢 直接是可以带阳台的 我们来看看这个呢 这个阳台呢 它实际上在英文叫做Logia Logia就是上面有顶棚的 所以呢在这边 哪怕是刮风下雨下雪 你都可以站在外面欣赏 所以这边呢 就是看整个马哈顿的南边南部 对 所以呢这个下面呢 就是马哈顿的金融区 包括新的世贸中心 那么在河的这个对岸呢 就是新泽西州的Jersey City 对 看我走这边 跨过河就是新泽西州的Jersey City 那这下面这一大片 就是纽约的金融区 我们可以看到金融区这边 你看房子就非常的密集 金融区过去这边也有很多的一些办公大楼 包括银行也在金融区 那911以后 很多的银行已经撤离了金融区 所以就把原来这些办公大楼呢 也改建成一些产权的公寓 但是在金融区里面的产权公寓呢 它基本上就比较密集 就谈不上很多的一些view 所以今天这个25 Park Road呢 它刚刚好是在金融区的边缘的地带 而且对面呢又是市政厅的公园 前面又是世贸中心非常开阔的地方 所以它才能够拥有这么好的一个 没有遮挡的一个景观 对 好 所以现在我介绍了这套公寓 我们进来 那大家可以来猜一猜 像这样的一套公寓 现在到底标价是多少 因为我确实看过很多的一些 在纽约的新的楼盘 包括很高端的一些楼盘 我们曾经去过15 35 Hudson Yard 去过One Manhattan Square Booking Point Eleven Hoyt Waterline Square 很多这些新的楼盘 我们也看到不同的一个标价 所以我一进来的时候 看到一整层有这么好的这个露台 有这么好的一个景观 我们就猜这套单元多少钱 那这套单元现在售价是1200万 所以大家觉得贵一贵 感谢您的观看 如果喜欢这个视频 就请点个赞吧 记得点击屏幕下方的订阅键 观看更多内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